40岁威廉这回心寒了 刻意跟哈里保持距离 兄弟俩为了利益反目 英国女王葬礼刚刚举办完 没跟夫妇就急着回加州 甚至一分一秒都不想多停留 表面上是为孩子着想 其实还是认为查尔斯国王不公平 及早离开才能重获自由 40岁的威廉这回真心寒了 刻意跟哈里王子保持距离 兄弟俩居然为了利益反目 即使全世界都希望他们和好 但是现实总是很残酷 打破了王室粉丝最后一丝希望 以丽莎白女王的葬礼上 王室艾夫斯多次合体出镜 但却一次比一次尴尬 两位公爵夫人根本不搭理对方 威廉跟哈里也在保持距离 根本没有增进感情的机会 美国电视主持人盖尔金认为 兄弟俩根本没有和好的机会 即使在葬礼上重聚 似乎也只是公事公办 两家人的态度都极其冷漠 而且连基本的社交礼仪都没有 同况的时候甚至堪比仇人 40岁的威廉极尽全力 想要邀请哈里加入王室大家庭 希望关系可以破冰 但是却被现实啪啪打脸 不光梅根多次抢风头 就连哈里也根本不领情 梅根在返回王室之间 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台的采访 标识会尽力把关系处理好 现在看来只是一句空话 不光没有帮助哈里融入王室大家庭 反而让脆弱的关系变得更加糟糕 离开葬礼现场的时候 威廉可以跟哈里保持距离 兄弟俩完全形同陌路 中间隔着安德鲁王子 相差了足足有十米远 并且全程没有任何交流 不少王室粉丝泪目了 曾经两兄弟时那么亲密无见 现在见了面却像是仇人 即使威廉数次抛出橄榄枝 哈里的态度还是冷漠 反倒把梅根的利益放在首位 盖尔金女士表示 即使威廉付出再多 也得不到任何回报 这回真的是寒心呢 事实证明国葬过后 两兄弟将彻底分道扬镳 走上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 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后 哈里和威廉的关系会更加紧张 并且已经被摆上台面 即使外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还是很高调 处处都想抢走威廉的风头 即使短暂停战为女王守灵 双方关系还是没有缓和 反倒矛盾日益加深 显然梅根夫妇满腹牢骚 葬礼刚刚结束 就要立刻飞回美国 完全不想多停留一分一秒 原本以为女王的国葬是和好的契机 现在看来事情反而更加糟糕 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利益 王室地位 财产和支持率完全不同 威廉和哈里注定不是一路人 从现场的路透照也能看出 威廉王子实在是一脸无奈 甚至有些哀声叹气 待安娜王妃过世后 哈里彻底像是变了一个人 不再是王室的开心果 反倒跟温莎家族成了仇人 为了维护前王妃梅根 哈里不惜爆料王室 指控他们有种族歧视的言论 当时菲利普亲王已经病重 梅根夫妇却不断抹黑和造谣 让老人家伤心极了 显然现在的哈里已经麻木不仁 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干嘛 心甘情愿成了梅根的小跟班 俗话说娶气娶嫌 41岁的梅根不断作妖 彻底把哈里王子带炮天 肢体语言学家朱迪詹姆斯表示 王室爱夫四合体的时候气氛诡异 梅根的眼神充满了寒意 只有威廉王子不死心 主动跟弟弟交谈 但是最终还是难以挽回局面 事实证明兄弟俩的关系还在恶化 并且没有停止的迹象 翻看以往的公务照就会发现 自从梅根嫁入王室后 两家人不断爆发摩擦 欢声笑语也不复存在 威廉和凯特大婚的时候 哈里王子担任伴郎 当时威廉王子很紧张 哈里还偷偷瞄了凯特一眼 告诉哥哥新娘子很美 兄弟俩对视的时候都笑出声来 这样美好的画面永远不会再上演 看着威廉和哈里刻意保持距离 实在是令人揪心不已 事实证明哈里的格局很小 就算自己不能继位 哥哥威廉也不会亏待他们 如今不断爆料和抹黑 梅根夫妇彻底站在王室的对立面 就算未来威廉继位 也不会给哈里一脉好脸色 兄弟俩的隔阂会越来越深 也许每个人都在奔赴不同的命运 威廉生下来就是英国国王 而哈里只是个B计划